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今天從到底企業的所有人 那麼各位一看 那麼各位一看螢幕上面 所以這個企業還有廣義的解釋 廣義的解釋就是任何有企圖 或者投票的資源 包括非營利的資源 MGO或者NGO都包括在裡面 那麼狹義人以營利為目的的資源 那麼在自由經濟體制之下 企業會造成國民經濟活動 最重要的基本來源 企業化經濟成為任何一個 有效追求目標達成的公用名字 所以並不是單止說 我要開一個商店 是一個公司來辦行日 那麼在很多國家 政府也被認為是一個紀念 那麼有很多國家的政府 他是經濟事 就是我包給你 說好 我預算是這樣的 要提供什麼樣的事 那麼他們可以競標 我去參觀幾個這樣的城市 他們把市政包給一個團體 我只能提供這個預算 只要提供我的付出 我就會給這個 所以他也是一個紀念 並不是像我們團統上所說的 那個營利為入利的人 那麼這個企業從哪裡來 那最早 它是企業家所經營的機構 就叫做企業 企業家這個名詞 它可以說是管理者 或者經營者都可以 最早這個名詞 是一個愛爾山人 就看到他跑到法國 到法國去做什麼呢 他就是利用時間 或者空間的差異 來賺取利潤 所以 譬如說我在某一個價格 某一天把東西拿來 我預測一年以後會漲價 那我到一年以後 結果跌價了 所以我要成為這個風險 譬如說我從馬債進口一貨 希望運到巴黎去賣 巴黎可能變得便宜了 這時候它也要負擔風險 它就會虧本 所以能夠負擔風險的人 利用時間或者空間的差異 和經營的事業 這就是最早的企業家 可是後來這個名詞 大家都有 所以現在我們一般的人 說企業家 就是從事工商事業的人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開工商的人 都說他是企業家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那麼到了現在 我們說這是一位企業家 他可能是一個市長 也可能是基金會的總司長 或者是基金會的總司局的主席 或者是一個教育機構的主管 都可以撤回企業家 所以企業家與盈利不盈利 是不一定有避難的關係 那麼現在我們再來看 企業是怎麼樣的 什麼樣子才叫做企業 這個企業機構還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它一定要提供特別的產品 我賣某一種東西 那個產品可能是服務 可能是有型的商品 可能是無型的服務 我提供這個 就說一個基金會 我提供你一種觀念 讓你能夠尊重婦女 這個我還是一個企業 因為我有特定目的 我提供了一種特別的服務 我提供一種教育 或者是我提供一種製度 沒有這個製度 沒有這個製度 我要提供一種製度 這個也叫做企業 第二個就是 它一定要服務社會的顧客 顧客不一定買東西 它不一定要出金錢上的 爆發報酬 才能夠得到這個服務 你來請教我 我就很高興 有時候你沒有請教我 我就要主動地去提供一個消息給你 或者提供一個機會給你 這個是我們 也是一個企業所提供的特別服務 那比如說我今天去參觀 連連獄的企業 它就是提供你 我要從事中華文化的教育 希望大家學會中文 能夠讀書 我給你這樣的機會 我去爭取成為它法定的一種權利 這也是一個機會 這也是一種對社會顧客的服務 所以各位一定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們什麼都沒有給 甚至於還要向人要一點錢回來 這也叫做還是企業 那第三個特點呢 就是它要能夠賺合理的力量 這個是最近的新規定 以前我們認為 你既然成為基金為離 是應該捐錢出來 你怎麼可以賺回來 可是在新的規定 我因為要永續人生存下去 我的基金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我希望提供服務的時候 我能夠得到一種合理的報酬 所以我可以永續的服務 我可以繼續服務很多年 如果再加了 這叫承擋風險 這個風險 第一個就是你可能會退 這也是風險 那我可能要犧牲很多的之間 沒有任何效果 這也是一種風險 我可能是當政權移轉的時候 我可能被關鍵了 會受到政治上的處罰 這也是風險 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在台灣最早創辦基金會 那時候台灣沒有經驗 但是有很多基金 比如說庚子賠款基金 那是清朝的公司賠款 美國人分別來 我們就設立清華大學 這不叫做基金 台灣的基金會的當成是最高的 做的起草 第一個 不過起草了人類之後呢 就被剪辯了 就沒有人 就跟連連運間人一樣 就把教育生育做回去 不過後來 因為我從事其他的工作 所以每一個大學都會增加進行 他說要擔當同學 要講求真正 這個是基金會 常常忽略的 就是我已經出錢了 我不需要跟他們進行 不是這樣 你出一萬塊錢我希望能夠產生一億元的效果 那我們這個在台灣最早的消費者文化基金 第一個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我們只有110萬元的財幣 可是很多人說我出一億元 我們把它取消 讓我們消滅 但就不會再去惹禍去檢舉它 我們的同仁是說反對有生產力 生產力不一定是我用低的成本 事實上可以出售高價的產品 但是你可以創造生育 這也是我們的生產力所創造的 比如說一個好的學校 它培養的學生是大家爭取這個畢業生來工作 或者是爭取這個畢業生到一個大學裡叫做 這個大學有生產力 有競爭力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獨立各地計算員會 比如說各位企業所成立的經驗會 不能夠把它的歷練或者是損失合併當機的企業 它是獨立的另外一個法人 不過這個我只是介紹一下企業的基本的關鍵是怎樣 下面我要介紹企業的經驗 這個經驗的行為必須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規章是最基本的 可是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一些違反來過 必須要遵守 一些違反必須要遵守 那第一個就是 它要忠於通知 我們經驗企業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 那麼經驗基金會的時候 那你也有一些人捐助 最原始的捐助人 那你要忠於它 它為什麼要設立這個基金 不能違背它的意思 可以逐漸擴大或者是逐漸分入 但是它的方向你必須要遵守 不能走到外路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要忠於原本 譬如說 我們 這個執行黨 那麼它呢 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對你的老闆校的校徒 你的董事區 你要 它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 他們成立的宗主不能違背 這方向要能夠掌握 這是第二個 要愛護原本 你也 下面請的資源 請的 譬如說 我們 一個公司 請的經理人 或者是 我們的員工 科長 工人 那你也 不能夠讓他們去櫃 因為他們是替你工作的 所以 他們要分到頭腦 要享受榮譽 大家分享 不是老闆自己 你的基金會有聲望 你的員工會覺得荒蕭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如果只有陳雅綠先生一個人所得榮譽 那這個不叫做企業 企業的責任是大家分享的 跟其他的基金會 逐漸 有公平 公平的 你不能說 這是我的特權 只有我一講 就是 你要鼓勵和你同樣性子的人 更多的基金會出現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跟我競爭 所以我比較容易進步 譬如說 有一些有了 參加工基金會 有了 內運基金會 我們還希望有 聯手基金會 不是說 哎呀 作為一個競爭者 很高興 有競爭者 這樣是可以 互相合作 可以促進我們的進步 可以交流我們的經驗 所以 希望有常人 不是希望我們只有自己 那我在台灣 創辦的 我自己創辦的經驗會 大概二十個左右 我擔任過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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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經驗 幾個大概三十五個 所以我常常 朋友說 別什麼名片我忘了 我說 因為每一個經驗 都希望用他的名片 所以大家知道 有這個基金會 那我在 比如說 我達消費者基金會 我創辦之後 我就鼓勵大家有更多的基金 最好每個縣市都有 現在大概有三十個 那環保機構呢 現在有二十多個 我創辦第一個環保組織 新環境基金會 就有二十幾個 現在有二十幾個 有一個 互相競爭大家合作 環境保持更有利益 而不是這樣 那我們的風采沒有了 他們比我們還強 那我們要招勁 如果大家都很強 我們就可以消滅 這個不要了 因為有更好的專輯取代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經歷 但下面要保護顧客的 顧客不一定花錢買東西的人 可能是被我們服務的人 或者是被我們鼓勵的人 或者是讓我們爭取某一種權利的人 那我們鼓勵他 讓他得到機會的人 都會不會不會 我們要讓他們滿意 要給他們好處 我們常常說 人要有正義感 那什麼叫做正義感 我們常常說他要有正義感 就是要在某一種體制之下 就是要在某一種體制之下 所有的人都會得到好處 而得到好處的人 他覺得未來是有前景 是有希望 這個就叫做正義 我們常常說他要有正義感 就是這個意思 要是正義運用資源 譬如說 我做生產事業的時候 我每一個 不管是金錢材料 原料 機器 設備 或者人力 他可以發揮最大的效果 可以有最高的增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叫做 占領運用資源 譬如說 陳家中基建會 陳家中先生 在成立基建會的時候 可能一點沒錢 應該是沒錢 沒錢 但他利用他的聲望 聲望是他的資源 所以他還是可以去 發揮更大的增長力 很多基建會 一塊錢都沒有 可是利用他的聲望 或者是他的信 在群眾之中的一種信賴 信賴能力 被信賴的能力 他就可以產生龐大的效果 那你原種基建會 你那小小的企業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因為聲望好 所以可以匯集更多的資源 而能夠占用 如果你匯集了更多的資源 不能占用 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覺得內心應該是很不安 我有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沒有做出更多的資質呢 很疼愛 很疼愛 奴隸關到百進 每一天都有進步 但是今天我們主持人問我 說馬來西亞很像 象什麼主代 我都覺得馬來西亞還有 比其他國家更多的進步的空點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到极致 你怎么努力它也不会 很难进步 当我们只有一辆汽舍的时候 再买一辆就提高还是一般 但是每个人都有汽舍的时候 这个国家每一年都特别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给我们成长 那么大家能够生长在有空间的时代 这个是施展抱负最好的机会 你看有的国家已经发展到极致 你每年十分努力也不够成长百分之一 能够成长百分之一就很投效 因为可能从事以后都富足 要占用的努力改造 不断的提高品质 产品的品质或者服务的品质 就让你服务的对象这么满意 服务的水准提高 你服务的对象就会改造 那么各位如果到台湾去看 这个地方政府越继承了越好 你如果到一个区公所或者是巷公所 那么你刚刚出了电影 他马上就来给你敬礼啊 你有什么事情我来帮忙 你先请坐我到一个压给你坐 这被服务的市民呢 就变成他最尊贵的服务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试这个服务 这不叫做服务 在那里吹一下门 其实他会到他给我喝 这让被服务的人满意 但是你一定不可以骗人 你到底做什么事情 不要罚上 你提供的东西 他真正的内容 你一定要揭示出来 充分的告诉他 你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做到 什么所调之间 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个成本 申请一份许可证 我告诉你 你今天我都见 明天你下午三点来拿 你只要三点以前来我一定没有 到三点的时候我一定拿给你 我都排好的认识 我充分揭示我产品的内容 我给你的是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自来权 这是一种幻灭水 里面含有什么东西 含有什么成本 那我要到云首基金会 我要请你提供我某一种服务 你就要告诉我 我服务的程度 服务的内容 我要求的条件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它是过程如何 要充分地让大家 都能够了解 但是也有一些要严守 业务或技术的秘密 我们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 很多人是我在你这个公司工作 我掌握了一个顾客的名单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再见了 我自己要找另外一个投资者 创办新公司 我的顾客就是原来你的顾客 所以就倒闭 那么基金会也是 你不能够去抢旁边 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 把他的原有的技术 原有的秘密 拿来自己使用 你要推创新 那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 企业发展到最后就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企业责任 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一个社会的企业 我们的社会责任 那么不管我们任何机构 公司也好 是一个基金会也好 或者是一个政府机关也好 他在理论上是一个法人 他是社会的一份子 法人也是人 所以他也要尽社会的责任 所以就叫做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是我对的 前天我离开台北以前 这个收到的通知 叫介绍企业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临时写这个稿 不是写得很完全的 既然我们一个机构是社会的一份子 所以就要尽到一份子应该尽的责任 那么在公元1971年 美国的经济发展委员会 如果听起来好像政府机构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民间的第三部门 设在纽约 社会不是在法人 那么这个他就发表了一个社会契约理会 那么他就叫做社会契约报告 在那个报告书里面开通名义就讲 任何机构都要不断的去思考 你所生存的社会需要的 那么一个机构一定要能够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无法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你就应该消灭 就不能存在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机构 任何一个企业 想要成立基金会 你一定要先想一想 我到底提供什么东西 而我提供的东西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 这个社会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就不必成立 我把钱拿去做当事就更好 成立了以后 不断的要思考去考察 这个社会还需要我吗 有没有需要更新的东西我能够提供 原来他所需要的东西我已经顽固了 他有新的吗 有新的需要我还可以继续提供我才能继续执带 如果我无法继续提供我就应该消灭 这个是一种生长的观念 就是我每天都要长大 那企业的社会者包含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机会 第二个呢要服务社区 比如说我们住在吉隆坡 我对吉隆坡的人 我觉得如果我住在医保 我对医保的人也有恶忍 甚至我建筑一个房子 我的会所和公司总部 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 看起来会不会破坏景观 如果各位 今天在学美学的 我今天碰到一位美学 我是在中邀来的后面 然后在后面 你放眼去看你所生存的那个城市 你所居住的城市 是不是互相聪慕 没有调折的 看起来 看起来破坏这个景观 这个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没有进到社会 所以你把吉隆坡丑了 把这个城市变得丑了 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对服务的社区要责任 你是一个房子的颜色 有没有跟其他的房子颜色调合 我看有很多城市的建筑物 我看有很多城市的建筑物 我昨天收到一份广告 是这样 我卖什么 我看很久 才看起来 而且又放大镜上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你做广告 一定要让人家一眼就看出来 如果你要用黄顶 用黑字 这个对比对讲的最容易看清楚 可是你用黄顶 用咖啡色的字就看不清楚 你再填的话就更看不清楚 这个也是 你对一个社区 不是增加它的利益 是造成它更大的仇恶 很多工厂尤其是如此 要保护环境 这保护环境是今天大家都感受到的 我们常常说 哎呀北极的冰山涌碟 所以海军面上 其实只要我们 排放更多的废弃物 更多的 二氧化碳之后 海水的温度 海水的 气候温度提高力度的时候 海平面就增加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 并不一定是用于冰山溶解 冰山溶解也会提高海平面 但是 温度上升的时候 那海水也会增加 所以 关键是一定要保护 你使用 你使用 有负质的时候 是有限的 所以能够节省就尽量 尽量 节省资源 能够通风的地方 都避开东西 有窗的地方 就要尽量 利用自然光 能够节省这个资源保护环境 让我们子孙才能活下去 我们常常说 这个还可以用20年 某一种元素 还可以用30年 那我们这一代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我们的子孙 没有资源可用 所以关键要保护 物种就尽量让它多样化 你看我们 觉得这个东西好 所以我们要吃掉 那种东西也好吃 也吃掉 这种妨碍我们建筑 我们把它弹掉 物种不断的灭绝 最后如果 这个地球上剩下一种人 叫做人的子孙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吃光 我们还能活吗 不能活 不仅如此 很多人总是想 我们一个国家 只有一种语言多好 只有一种人种多好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们今天生活这么丰富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文化 有多元的文化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我们到一家餐厅去吃饭 很多人说 这太单我点我喜欢吃什么 我们应该反过来说 这一位朋友是从澳洲来 那位朋友是从印度尼西亚来 那一位是从俄罗斯来 我就希望你们点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尝到更丰富的食品 它的美味 不同的美味 而不是 只习惯我们自己来 我们台北市的房子 目前比重金贵 房子是非常贵的 很多朋友劝我来搬到向下 你那个房子就可以增加增倍 因为房价变低了 很便宜 但是我都不管 我说因为住来台北 我可以 有机会到国家音乐厅 听各国不同的著名的乐团来演奏 我说我如果搬到向下去 那比较贵 而且不太可能 我说我如果来的时候 交通费太困难 还要住旅馆 所以越丰富越好 我们很高兴 竟然拿来西亚这个国家 它有不同的种 每个人用不同的语言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 我今天 听这种演乐 明天听那种演乐 我有看跳芭蕾舞的 也看到跳土风舞的 也可以看到跳把来舞的 我们人生才觉得好 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因为我享受了国元文化 那我们社会责任 就是要让公众满意 让他们生活越来越丰富才好 当然社会责任就不能陶醉 也就是我们基金会 可以有一些优惠 或者是免税的表现 但是我们 应该负担的税收 这个一定要叫哪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 还有一点 是我们通常忽略 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就是要培养任才 那么你做基金会的董事长 或者是做董事局的主席 你的责任就行 就要找比你更有能力的人 来接近我的位置 我要在我 在职期间去培养比我更有能力的人 来做主席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不配做董事长 你做主席的责任就是 我要找到比我更有能力的人 来做主席的 我做他的职员 所以你做董事长的人 就要随时注意 我看到有人给我讲 那你就跟他讲 我们俩来交换一下 我做你的部下 如果没有这样的胸襟 你不必成立董事会 你不必创造基金会 如果你既然要成立一个 你就要起效 有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 如果目前没有合适的人的时候 那我一定要努力去培养一个人 我去到处寻找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培养他 给他机会 让他犯错 然后有经验来接替我的位置 那我们用人的时候 是要用人的长处 而不必天天想 他以前念书不达好啊 那时候他考那个 东西被考及格啊 那是过去 不必找一个人的缺点 我们只用今天他有什么长处 适合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就好 所以克林顿还可以过关吗 如果他在华人社会 他是没机会的 那么在这个企业 他追求社会责任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排列 一个就是古典经济理论 那么在现在 就是以那个 还有一个 主义们为代理 他们认为 企业没有什么社会责任 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要赚钱 那么赚钱为什么 变成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学会被现代的经济学家称为 股票拥有者 这股票在谁所受理 那他说了就算 他努力就对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目的 为了赚钱的目的 闯造利润的目的 所以他一定有降低成本 他才有降低成本 他要节约他的原料 材料一切的资源 他要提高增加力 所以他卖的东西比较便宜 让那么多的人可以享用 所以已经进到社会的人了 那我赚了一点钱 我就去缴税 然后由政府 富用专家来服务社会 所以他们一点错都没有 那么这一派也就是说 到今天仍然十分有地位 他们的大本颜色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 大部分的学者主张这一位 主张这个理由 另外一派叫做社会经济理论 他主张社会理论 不是主张力的努力 那么这个叫做利害关系者学说 厉害关系者 这个厉害关系者是谁呢 是投资者 投资人 他们把钱拿出来 我们要为他们作响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钱做最有效的理由 能够产生利润 让他们得到分红 是经历人的责任 所以经历人是最主要的利回关系者 所以我要怎么样用脑筋来不断创新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所以我员工 我雇佣的员工 是他们努力 我才能够赚到钱 所以我要 员工是我的厉害关系者 员工是我的厉害关系 员工的院子 我的丈夫在这里工作 我的爸爸在这里工作 我的女人也在这一家企业里工作 所以要让她的家人 她家庭的其他成员 感觉到在这个公司工作 我放心 她不会倒闭 我不必偏偏想 哎呀 明天他们倒闭 我怕还能活吗 或者是说 这一个企业 不管他是不是盈利企业 是不是能够闯到荣誉 说我的弟弟在那边工作 我觉得很有变得 因为那家公司对社会有贡献 那个基建会是有贡献的基建会 大家赞美着 那我的儿子在那边工作 大家觉得非常高兴 那我到这边来 我看我的学生老 都要创办基建会 我都觉得好高兴 非常兴奋 所以他就跟我讲 要讲话 原来没有本事 就觉得很高兴啊 我一天的 韩健打电话给我 说要讲话 那我也觉得也是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做老师的人 有这样的学生 能够为社会服务 我觉得很有面子的事情 如果我来这里就人人都嘛 你看那几个坏蛋的 都是这个小子叫的 那我就觉得没面子 所以我常常在晚上 跟我太太讲 我说 哎呀 我常常到老 我才很感激 我做老师的时候 很认真 很努力的 否则的话 我怎么在今天见到学生 如果我当年是属于混的来 龙老师 送分出给学生 那学生他大概厚道一点 他会说 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 如果他没有这么厚道 他一定说 我今天 没有出人头地 可能就是被他当努力 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想 也是对我的老师 所以我们 他的家伙 他的老师 都是厉害关系的 我们社区的群众 甚至于一个国家的国民 我的同胞 都是一个企业 或者一个基金会的厉害关系的 如果有人跟我讲 你那个国家有个基金会 就是由陈雅才领导的 哎呀 那个害我们不欠了 那这个国民 他就觉得没有面子 你比如说 有一个企业 他害全世界都很倒霉 会造成经济害羞 比如说 比如说 在美国那几个著名的基金会 造成 经济害羞 或者是他武币 那个老板 他说国民 美国在一段 今天上方下降 有一个企业 与那几多机构 存在很有关系 他们的总部 都在华尔街 也有一部分在折瘦 那我们就觉得 美国人一定觉得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 除了那几个企业 经营者 让全世界的受害人都骂我 为什么今天 有了盈利事业 有了要 本来就阻挡社会 伦理的企业 今天不管是哪一种 都要尽到特费责任 这是有一个变迁的过程 那么这个变迁的过程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今天 所有的企业 当我们 到相当规模的时候 比较大的规模的时候 他的投资者就越来越多 比如说股票上市 比如说向公众不管 所以他的老板都多了 他都不是只对 为某一个人服务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人权的增长 大家都重视环境 所以大家都来监督你 你的产品有没有 破坏了环境 你有没有 雇佣员工 没有给他成长的机会 我的小孩子 到你的公司里面 去做工人 为什么做了十年 一点新的技术都没有结会 你耽误了他成长的机会 你又借钱是银行的 像银行借 银行是没钱的人出款 借给有钱的人 各位比较近的 传统的银行 我们的最大的关键是 它是被有钱人服务 没有错 可是今天不是 你看我们大戌法系的 这个民法 他们是保障 债权人 不是保障 债务人 这是错误的关键 今天是要保障 存款的人 不是要保障 借款的人 比如借款的人 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是我要借五亿 五十亿 这个存款的人 是我这个月存250 那个月存一千块 我们好几万人 累计等级借给你那个企业 所以我们要想 我要对那些 省吃点用节约来储蓄的人 要对得起 它是我的厉害关键 每天经过我的公司能拳 抬头看我的房子好不好看 它是我的厉害关键 我要盖一个好看的房子 不要破坏景观 增进我们这个公司的美丽 所以它也变成我们的厉害关键 所以厉害关键 它就扩大 关键就扩大 就不是我们原来一个机构 比如说你要出版一本书 出版一本书 你就找一个很丑的人来接纸 那你就 变成害我 我本来要买这本书 是为了获得知识 还要获得美感 你现在虽然给我一些知识 可是非常丑恶 所以书要验好看一点 这都是我们的厉害关键 平常我们是没有想到 所以 各位要明白 我们现在的企业 要禁社会责任 如果不禁社会责任的时候 很可能就有更多的人来抗议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团体出现 今天我们在座的基金会 可能有要保护环境 它就去抗议你这个企业 所以不为什么消耗资源而破坏环境 你就会感到压力 你雇用员工 没有好好的培养他 没有给他合理的报酬 那个劳工的传统 保护劳工的那个基金会出来抗议你 所以你可以主动来提供满意的 让那些员工满意了 所以他们抗议就没有 就可以消除抗力 可以让我们很愉快地成长 不自由人来 每天都来举一个牌子 往来抗议 抗议你 抗议你虐待员工 抗议你 不合理剥削资源的报酬 抗议你 把钱用到不应该用的地方 让我们股东分红分的少 经济理论也就是 自由学派 慢慢的都转向社会问题 因为它可以减少压力 再加上现在的社会 非常不一样 那你一定可以说 我们只要缴队政府 就可以提供服务 政府到今天 他提供的服务 不能满足我们人民的情谣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 问题多样化 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 可是 政府是把我们当作同样的人 他制定的法律 有的规定 甚至给我们的补助 都是一样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喜欢黄色 他喜欢蓝色 可是政府说 我提供给你们孩子 我是最恭敬的 所以它无法满足个别需要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 另外的机构 来提供个别 满足个别需要 那第二个就是 问题的原因不一样 以前呢 大家是同一个原因 比如说 我们全国都是 同一个原因 但是今天不是 你今天 不满足的原因是 可能是因为 孩子不平衡 那我不满足的原因 很可能是 我的上一代 对我不好 不一样 政府是同样的代理 那今天我们就要有 辅导儿童的掌握 要有照顾老年的掌握 所以 它就不一样 这个别的机构 它就能够 满足不一样的 需要 比如说你是一个单亲 单亲家庭 他就无法 所有的单亲家庭 都是同样的原因 不一定 你的单亲家庭 是经济问题 他的单亲家庭 是孩子不听话 那孩子不听话 也不是同一个原因 所以 要满足个别 需要 就是个别话 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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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满足 通常是物质性的需求 所以政府都是给你旧基金 租金 或者是金贴 或者是老到一律 还年级 可是不一定 我老的 这原因可能是没有机会让我说话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基金会说 我就是有机会 闯到机会给那些白头发的人说话 但是政府他们不可能指定说白头发的人我特别照顾他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每一个 人需要 不是都给钱 你给我钱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就不需要钱 你要给我一个 我就希望 周末的时候有人陪我 逛逛店 可是明天可能就有人提供 陪伴 陪伴 那老年人他 每天坐在养老院里他很难过 他就希望每一个星期有一天 下午有人开车带他出去 那现在在很多国家就有这种陪伴 他满足的是特别的需要 都不是物质的 不是你给我钱 我不需要钱 可能我很希望 叫我站在台上 我就觉得很满足 我最不喜欢就是每次都坐在台下听旁人讲 那我就要闯造一个机会让你上台 他说我闯过来 我最喜欢听旁人讲话 那我就要闯造机会 所以基建会就是邀请一个我们的陈先生来给大家演讲 那我们大家都坐在家门厅 他讲完了我们就开头上说很满意 最满意的 所以你那个基建会也常常找人来讲话 大家就会满意 那家庭的功能是小的 我现在就有个例子 我们是个华人社会 在六十年以前 平均一位剧灵妇女 就是一位妇女 如果她从年满十五岁到十九岁 可以生育期间 平均生九点六个小孩 华人 我是讲华人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大 因为当时就 二十八年以内就死了孩子 就是新生儿死亡 所以就想到 能够活过一岁的 这个叫婴儿死亡 一岁以前 这个也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常常在孩子周岁的时候 我们都说这是百岁 周岁就可以活了 我才会顶刻告诉 我的邻居 我要跟孩子 告诉我的亲戚 我也生了小孩满月了 所以大家就庆祝 因为一个月以前 活的机会不多了 告诉她 我生一个小孩 那过两天 我来跟她说她死了 会有麻烦 所以我们在过去 都是要满月的 华人一定都要满月 就是说鱼 这照着呢 家庭骨的成员多的 这叫做户量 他的术语叫做户量 这是一户里面有几口成员 以前呢 大概平均七口 在六十年以前 大概七口 就没见过以前 所以 所以妈妈生了五六岁兄弟姐妹 那我失业了 那我毕业了 我毕业了 我告诉弟弟妹妹 我失业了 所以我计划 下个星期日早餐自杀 不要连累你们 赚钱不容易 我毕业 我不要 不要 找我 不要因为我脱累了 这是在传统的华人社会 不管我们家里是穷 还是有钱 我的弟弟妹妹一定讲 哎呀 我们家里这么多兄弟姐妹 打了一碗小泥碗饭吃 不要相互害 可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华人社会每个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少 在台北市平均一户2.6人 全台湾平均一户2.9人 中国大户平均一户不到3人 所以回家一看 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有工作 那一个小孩子肚子饿 那我呢 失业了 所以 自杀率最高 在台湾呢 自杀率在 在十年以前 在全世界第二高 就是因为 互量多小以后 家庭成员之间的 互助功能没有 而婚姻呢 我们台湾的离婚率 是全世界第四高的 为什么 因为孩子少 只生一个孩子 孩子从小 就没有 没有人 没有办 孤独 心生恐惧 不仅如此 没有兄弟姐妹妹 然后呢 也没有表兄弟姐妹 因为两家都是这样子 但是也没有旁边兄弟姐妹 也没有兄弟姐妹 自己呢 也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只有我 只有我的时候 这个大人 爸爸妈妈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 日本都是 韩国都是 台湾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怎么这样 就是爸爸妈妈 每天都会 讲 我们全靠 所以念 除了念 好 但是 祖父祖母 外祖母 也只有这一个孙子 所以他们也说 我们也是全靠 在家中现在的老父子 祖父祖母的爸爸妈妈还在 所以一个小孩 平均就有14个长辈 在台湾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病 也不要钱 有保险 你也不要发愁 爸爸那结婚时候 买了一栋房子 想来给你 妈妈那一栋也给你 那你外公在台南还有个店面 也给你 你祖父呢 在南投他有一块钱也给你 那结果怎么样 那孩子想都不用想 他只想 虽然台湾全民健保不要钱 可是你们这么多老年人 我要去排队到医院挂号 我都来不及 所以台湾就 尤其是日本 日本每一年 根据NHK最近的报告 每一年会发现 三万人到四万人叫做 无缘死 无缘死就是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一两个礼拜以后 有臭位乎来 那个消防队 才会把他拿走 有三分之一的人 向政府的 兵役机构 社会局 或者是民政局 登记 我死的时候 要 直战 什么叫做直战 直战的意思就是说 我死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亲戚朋友 所以 你也不必通知任何人 我快死了 我就跟我的好朋友 陈雅台讲 你打个电话 给社会局 那个病障处 我要死战 意思就是说 你们派一个车子 把我的尸体 运到火葬场 分化 然后你要投到海里 还是丢到树下 没有关系 不要麻烦前友 现在日本 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 生前就去政府登记 就叫执战 那么这样一个社会 叫做 无缘社会 什么叫无缘社会 人从乡下到了城里 没有血缘 我的亲人都留在互相 那我呢 到了这个地方 人地生出 所以也没有地人 我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都市的公司都是由莫山人组成 我的同事 其实 是我竞争的对象 所以 当我退休的时候 我那朋友也没有 你看我们台湾 那些蓝色天王 绿色天王 他们都是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系毕业 有两个还同班 他们反目成仇 每天互相攻击 不过名字我都忘了 他们叫我 这就告诉我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就需要有很多 非盈利的组织 我们去提供特别的需要 我们专门服务那个三期的家庭 我们要服务那个无助的老年人 我们要提供这个人某一种机会 那个刚刚到城市里来的人 我们要帮助他去获得某一种技术来就业 所以 会个别的需要 这就产生了 一种非政府 大家就会处理基金会 还有一个原因 我把它叫做第三代老虎 第一代老虎 是直接从农场 农业这位 多生的小孩 长大了 到城里面做工人 可是今天的工人是 我爸爸也是工人 所以我是第三代的工人 我的主部才是在农村里种田的 所以我爸爸已经在城里边 待了很多年 不会种田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种田 我也没底了 这叫第三代老虎 第三代老虎是非常无助而可怜的人 他们没有退路 那你可以看 为什么今天每天都把一个白骨条啊 拿个标语啊 我要抗议啊 你要给我隔离的报酬啊 不能够解雇啊 就是因为你把我解雇我就死了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钱可以回去种啊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不能够体谅那一些已经没有退路的人 我们常常说 哎你怎么自杀 你自己死就好啊 你为什么还要把孩子带去一起自杀 为什么烧炭要一家人都死了 问题就在于 这么有爱心的人 哪一位有登报说 你们活不下去啊 人去自杀 小孩我来养 请问哪一位我 都没有啊 我也是很有爱心的人 我有没有登报 我也不能登报 你们要登报的话 可能真的我养不起那么多 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只有就算是会有工作 有保障 有合理的报酬 就是我没有成就 这句话不是我记得 这是马克思讲的 马克思讲的 这个恩特斯的反度丁论里面 有很详细的解释 他说现代的 这阿里奥纳书 我们台湾人反映是熟黎 大部分人反映是熟黎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 我虽然每天努力工作 生产很多产品 但是我的劳力 我与产品处理 我不觉得那是我做的 为什么 我是一家做鞋的工厂的工人 我这条生产线有32个人 有人把布放在开始上 有人把他按照模型切割 有人在那边打一个洞 然后有人用胶粘起来 这要经过几十个人 哪一双鞋做我做的 没有 你说我做的特别好 特别好叫做不合规格 我要标准规格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人和产品处理 人和工作的意义处理 这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农民工作有没有意义吗 他虽然很劳苦 但是他看到那个农作物会生长 把总之送下去发芽 会开花 会结果 他比较满足 所以工业化的社会 人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不断在那里打动 你为什么打动错了 那出发错了 你不良品超过2%可以结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